優先土地政策是有加多好處 因为无農油和肥料 所有生产的農事物吃起来是健康健康 在自己農地没知道 还可以加工知道使用土地 减少对着土地环境的负担 四年前農民以国心就回到国境水南政典 并且算得自然農伐的观念 也透过蜂蜢来向大家提告 水南農民以国心采用自然浪化的建策 配合一家专屋采用的消息发布 主人家安排便会由民众打一枚 很多民众都带孩子来提供 今天你采了几只 30只 30只哦 会觉得很累吗 因为有时候你会卡在泥土里的时候 你会出不来 少说有五六百株 少说有五六百株哦 觉得这样的体验觉得怎么样 体验蛮新鲜的啊 蛮新鲜的啊 而且很紓压有疗愈的效果 就是从自然的造法到我们自己人工擦压 然后到那个机器做的 然后它的差别性 我觉得可以透过自己实作去体验 就是生态的部分 为了提供土地的民众提供浪漫的生活 每年煮人家都会准备一副餐 采用人工博的方式 今年因为天气很冷 加上烦烈的路口 参加的民众减少很多 有时候真的要做一些自然农伐 都要向天奋斗 有时候我还要天老天爷帮忙 还好昨天有稍微灰情 本来我们都是用人海战术 去战胜体力都不足 结果我们这一次人更少 那还好我们留下来这些 还蛮老实讲还值得骄傲 因为人家的人 不是只来买豆油的 自然农伐的建筑 建筑健康的浪作物 减少土地的负担 贴到很多民众的支持 虽然今年提供的民众减少 不过确实吸引很多压召到变方的生态 让人感受到优先土地的成果 它将不是只有这些人的关系 生态环境 这些鸟儿来到这里也是最安全的 那现在也看到 前上个月看到我们田附近都是小变横 那现在也看到附近还有一些鸟 都知道来这里等候 我觉得是好事 自然都发出很多好处 不过接受的农民没这 农民以国心 除了坚持推动 优先土地的建筑 也希望透过民众提高的方式 在水南向来交友提供 记者欢迎昆昆插航报导